疫情的冲击之下 星级饭店的业绩足足掉了三成以上 为了要听买气 业者推出了活龙虾吃到饱 下沙三折优惠 还有百货的美食街也推出新招了 火烤的牛腹肉丼饭 在29号当天下沙1.3折促销 一人一只霸气大龙虾 原来受到疫情冲击之下 饭店也为了拼自救 也推出了这种龙虾吃到饱 而且最低下沙三折气 瓦跳跳的龙虾摆在吧台 再丢入蔬菜汤熬煮10分钟 剥壳后鲜红肉质胡植欲出 业者推出三种方案 从四五折到三四折统统有 只是因为因应疫情的关系 所以我们提早于2月的时候开炮 大概提升3成左右的业绩 除了军品寄出折扣外 国泰万一在周四到周日的午餐时段 也大打吃到饱买一送一 而天赐百会则是有心玩法 只要骰子直出11点 把肺就可以打7折 12点还能免费吃 防疫的措施都做得很好 那我是基本上是不担心 就太戴口罩啊应该还好吧 就不会想要特别因为折扣吃 鲜嫩牛腹肉经过快速火烤 片片叠成五公分高的小山 撒上葱花插上海苔 除了吃到饱餐厅连百货美食也有新招 中午又餐时段美食界的人潮稀稀疏疏 在疫情过后啊这里的买气就少了将近三成 业者为了要拼买气呢也推出了限时限量的餐点 煞煞到一三折 你的餐店好了 肉肉控真的要冲一波 因为在29号当天限量29晚日式丼饭 统统只要同板架 应该会因为我觉得台湾没有那么严重 所以就可以来减个便宜 现在因为疫情比较严重一点 然后反而用餐的人比较少 业者打出折扣没有极限 要在这波疫情中突破重围 东森财经新闻 薛雅竹和昆源台北采访报道 薛雅竹和昆源